我们家过去周围都有这样的孩子 就是世界上有没有没爱好的人 有 就是这样晃来晃去 这所谓你叫迷茫 可是对他来说只是个活着吧 没有特别的野心 也不想特别干什么 有有有 有很多 这差不多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就是人的价值被我们说出来的 我们赋予人各种价值 不得了的样子 其实最简单 很多人没有要生出来 他你又没有 问过他 你要不要做人 对 他就生出来了 你没征求他同意 生出来以后 他发现所有这一切我不要 所以整个表现 可是我已经活着了 对 整个表现是违反个人意愿的样子 是吧 我离死还有很久 那叫我怎么工作 我别 我不要 就这样 所以你就 我不知道你说那些人是不是这样 是 我就在揣测 当然你看 你讲这哲学 这也深了 就是说 那你要 通常就咱说这种孩子太没出息到底了吧 可是你知道这个古希腊哲学里有一派叫犬儒 这个犬儒啊 我忘了那个叫迪摩什麽尼啊 就就就就那哥们 他是说我呀 就是不要任何物质的享受 我就像狗一样在街上待着 我什麽都不干 然后呢 常年不是就在一个木桶里待着 后来就说是亚历山大大帝来了 就说我是亚历山大大帝 你说你有什麽需要 他说这闪开 你挡了我的阳光 你这带阳 他就是老徒带阳 至少还是带阳 带了阳光 你说这种 牛逼啊 这很早就把这个问题扔出来了 对啊 这是你说的很对 这实际是一个人能不能这样活着 其实我想很小的小孩 大很多孩子是有这种感觉的 是是是 是什么都不想的 我小时候就是觉得 好像我钻在桌子底下 就可以一辈子钻在那 我有这个感觉 是血居本的 我觉得这小孩会有这个感觉 不要说工作 长大都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不得不接受的事情 对很多很多人来说 他没办法 那么你看为什么 我自己感觉 就是我是60后嘛 我想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盼着长大 就是希望早点长大 像大人一样 抽烟可以干很多事情 你今天问很多这个年轻人 他不想长大 对 那我说是因为 你现在过的日子好吗 是很幸福吗 害怕就是他不想长大 有责任感 长大以后 可能是 那咱们小时候 怎么没想这些 我想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 每个人的个例都不一样 每个人 而且你被逼着 因为比如说 我们这一代就是说 那责任感是被逼着 逼着就 你想文革 你就得逼着你 有一种选择 然后呢 文革完了以后 你再上大学什么的 就各种各样的 80年代什么之类的 在中国 就各种各样的 再加上家长 在给你 生存压力和选择 家长在给你压力 降到最低的时候 人有求生和求好 求向上的动力 生活大致都好的 挨饿 保暖都不是问题的时候 人很多这个问题 就会出来 对 我觉得可能在西方 不要火 不要像大家那样火 烦死了 我觉得在西方 好像这样的情况挺多的 小孩 早就有了 对 不想干什么 早就有这个情况 是吧 很多小孩是大学特别好的 比如说剑桥毕业以后 不想做什么 哎呦 你说这个 那你要说作为他这个父母啊 会不会觉得就忧心如焚呢 当然当然 哎 我好奇 就是你这个问题 是调查出来的吗 对啊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不想工作怎么办 这当然 他还到不了这个什么 迪摩西尼 还到不了这种 这种程度啊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 是似乎是感觉到 咱们老说你要立下大志啊 你要有个目标啊 那没目标行不行 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目标 那么好 我知道我得活着吧 我活着我就干这个工作吧 干这个工作呢 我也不喜欢 那我只不过是为了拿这个工资 对吧 那你说他是这么一种状态 而且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种 我那天看见一个分析 就是说 他拿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比 但我觉得比的太简单了 他比如说他说这个西方这个社会呢 是一个比如说是个平面的 这个民主社会 就平面的社会呢 平面社会呢 就每个人追求就是超过自己 就是自我激发自我潜能 所以你看西方甚至那种冒险家 就是这事都死了 但是我要突破极限 追求自己 他说这个东方呢 你是个等级社会 等级社会呢 你希望的就是上等级 或者说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比别人强 人上人嘛 人上人 就要做人上人 就是说我的目的是比别人强 但是当你目的比别人 要是这个目的的时候 就累 累了 太累了 累了 再一个可能有招的 能靠跌的 那就走捷径 对吧 因为会比你强就行了 对吧 现在基本上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就业啊 和工作的东西 跟过去不太一样 过去的话还是蛮公平的 比如说有一些农村的小地方的孩子 他后来进到这个国家的机关 什么 现在我觉得这机会也很少了 基本就拼爹的社会啊 同样的选择 他得都差不多 那有一个有关系的话 这个就递出来了 菊磊说的很体谅 就是他刚才你工作成本的问题 种种 还有工作回报 你想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 多高的学历 他立刻明白 就是再过50年我都买买不了一个公寓 也以我这样的工心下去 但你说的那个是非常彻底了 我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喜欢 我什么都不想做 这是很很那更极端的一个一个人群 我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呢 我看呢 其实更多数的人还是 他为什么焦虑呢 焦虑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这不是个事 或者说我将来怎么办 或者说我老了怎么办 我这么活着 那么这个其实还是没钱嘛 对 调查最多的就是你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缺钱 现在已经有人 有人现在重新回到农村去了 在城市的竞争当中 原来做广告公司的 做的还值得蛮高的 他觉得这个 就忧郁症啊 其实工作压力特别大 因为指标要完成 他身体也不好 然后脾气也不好 然后他们农村去住一块农民的地 种地 然后每个星期的 往城里面这些有微信嘛 就送菜 环保的这些菜 他身体也好 人也开心 他做的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样挺好 就没有功利的 这个负担 这是最好的 他也能有营收嘛 他也有营收 你比如说我上次就觉得 这个老一辈肯定就喜欢对年轻人说这种话 就是我在香港老打低 我了解社会情况主要靠地日司机嘛 我发现香港这个老地日司机 就我骂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就在香港上街闹事的年轻人 他说的倒不是什么政治 他说呀 他说现在就这帮孩子 他说我们香港那个时候 他说我们 他说我是每天等着那个面包店 当天卖剩下不要的面包 我是吃那个 他说我都很快乐 然后我们就拼命的干 就个人奋斗 对吧 我都没有读过书 他说现在我这个孩子 一点苦都吃不了 你大学毕业 说你上街 说你反政府 你反什么 你连个工作你都不肯做 对吧 然后你说那是社会的原因 那是政府的原因 所以我要上街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香港 一个老迪士司机 他会这么看 就说今天的年轻人 就一点苦都不能吃 就稍微碰点挫折就不干了 就太娇气了 然后就把这个怨气 或者是不满意 很容易被煽动起来 就是导向这种政治 或者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 这是非常要审慎去说的 就是和平年代太久了 除了局部战争 中国世界历史 从来没有这么久的和平年代 和繁荣的年代 二战以后 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 已经 只要是和平年代 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不我倒 我觉得和平是好事 是 但是人类就是下车的 就是一旦好了 他这个毛病就上了 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就想 我在想西方的 就是欧洲很多高级的哲学理论 其实就是在这样 因为大家厌倦的一种状态中 可能很多有些想法就出来了 那想法就和前面人就不一样 比如说浪漫主义之后的很多想法 其实就是欧洲人厌倦了 才出现了各种存在主义 各种主义 是和前面的所谓特别激进的那些东西 是不一样的 我想可能 战争很有关系 但是我就在想着 这个长期的和平和长期的厌倦 也不见得 当然就有很多细节 就是很多得有社会工作者和老师们 去关心孩子的这种厌倦 但还有心理学的教育 但是在这个之后 如果一旦孩子觉醒了 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想法 是我们想不到的 就是在这些厌倦过的一代里 因为你厌倦 我们这一代的厌倦 不算真的厌倦 太激进了 就是他做的是很多事情 真的在厌倦的一代中 如果真的产生想法 他的想法肯定是跟我们不一样 而且可能会很有意思 如果他真的醒过来以后 从厌倦里醒过来 你要说这种欧洲的这个 我又想起一个人 就说这事该怎么看 就说杜尚 对吗 杜尚就很有名的 就是说这个人 可能原本他可以做很多作品 对吧 但是似乎他这个人一辈子 主要是在下国际象棋 没下国际象棋 这有人把它当成是 简直是有点中国的禅宗 就是这个他就是什么都不干的 我不是必须要干什么 甚至我这个一个作品 可能我今天高兴了 我就弄一下 两年之后想起来再弄一下 那么你说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是有人养他 还是 他只要很少的钱就可以活 他说我重视呼吸剩余 是生活 而且活得就很好 然后他那个采访 最后问他你一生怎么讲 你自己 他我非常满意 没有任何要抱怨 他没有发过财 没有房产 没有子女 那是另一种 这跟你说的那个群体不一样 就有些就很潇洒了 就有点钱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成不成无所谓 对 很超脱所谓 那有啊 有一代知识精英 民间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也养点鱼喝点茶 就是无事无争 但这是另一个群体 你跟你说的那个 可是我说的 对啊 我说的这个群体你说他这种焦虑 有办法解决吗 不你很难分清这些第一人数有多少 第二这里面哪些人是真的什么都不想做 就像刚才电影里那个一样 他只要把岁月熬过去 我就在这个洞里待着 这是一种人 还有一种人他可能这个讯息不是很准确的 就他背后其实他想要更好的生活 但是他根本做不到 眼前就是要不要工作 所以他说我不要 但其实他没想好这个事 这有种情绪嘛 就情绪 这种情绪 第二天他早上就上班去了 年轻人吧 你就是想你说很少的钱整不过 你觉得这是贵国的情况吗 其实你看在北京啊 其实你做的最低水准的生活 其实花的钱并不多 买菜啊什么这些 能活下来的钱 其实并没有什么 我们想 就是你生活要有要求要高 对吧 你有很多你天天要打滴滴打车 什么这样的去 他肯定会有些生活成本会上来 距离有这么大 北京有这么大 所以就是基本上 这个年轻人的生活 都看他你要什么东西了 而且年轻人里面呢 就也分成就是说 就像他们做个实验的 就是蚂蚁 你把蚂蚁放在一起 你就会分成勤快的蚂蚁 和不勤快的蚂蚁 然后把不勤快的蚂蚁再分 它里面又分成不勤快的和勤快的 永远可以分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量级的不同 就是你刚才看电视里面 放的那个东西 就是特别过度的那种 它其实有一种 有一种是厌倦 厌倦的这种情绪 但是它第二天仍然还是 还是该怎么叫这种 对 但是你说我为什么反倒跟这个问题 我就很有共鸣啊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 我们都是 我也不想 你就是严厌中醒过来的吧 不是 就是别人可能觉得我还很认真工作 但其实我觉得 你像我很佩服你们 我觉得你们觉得音乐是生命 对吧 这个绘画是什么 可是我骨子里就是个生活艰难 就是对面对我来说 好我喜不喜欢做节目 如果我是个遗产继承人 我就不做了 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个认为我讨厌工作 我也不是讨厌 我只是本能性的要认真干活 因为认真干活才能有钱 有钱我是为了闲散 这个又要区分一下 就是我不想工作和我不想上班是两个概念 我非常厌恶上班 但是我很热爱工作 所谓工作就是我自己那点事 我跟个虫子一样 起来以后就进入工作 一直工作到睡觉 但是我不想上班 但是现在的孩子就是 因为你是幸运的 你是可以这样 但有些孩子他没有这种一技之长 他就得上班 所以他就不愿意上班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厌倦上班 他不是厌倦工作 就是怎么办 如果给他个工作 哪怕是所谓很低层次的工作 他就有点事做 然后能活下去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种 有时候贫乏 自有他贫乏带来的一些个好处 简单贫乏 你比方说像你们年轻的时候 实际上是极其贫乏的年代 极其贫乏 所以一本书能够看三遍 看五遍 丹青老师就看一战争语合 看五六遍 对 因为没有电视 没有游戏 没有一切的这个娱乐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 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好事太多了 选择太多 玩游戏多好玩 玩iPad 那么多的综艺节目 娱乐节目 简直是就你没办法 这个时间都可以在这些地方去消磨掉 他所以留给 你像你就在我们看就叫苦工了 那好像喜欢写东西 所有的时间你从写作里得到快乐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多人能 所以就是对不起 我答不过 对不起我讲完了 讲完了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厌倦一代 当然我说这话又不是一个普及的 就在这一个厌倦的这一代里头 它产生了一种美学 这种美学可能也挺重要的 就比如说因为我接触我们的年轻的音乐家 就因为他们越知识越多的 看信息越多的就越厌倦 就刚开始你会觉得他麻木 他没那么多热情 他没有像我们似的对音乐有那么多热情 因为他见音乐太多了 太容易接触音乐了 他什么都听过 所以你会觉得你怎么对音乐这么厌倦 这么没感觉 其实不是 他一旦醒过了以后 他处理的那个感觉 他可能有一种感觉是你没有的 就是因为他是见多了 所以他有一种酷东西 所以为什么在美国 我就记得原来最早我学蓝调的时候 就叫蓝调就是叫蓝调 后来出现了一种叫酷蓝调 酷蓝调 那个冷蓝调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不是那蓝调 我没那么多感情 但是我也是蓝调 就不是那个非得要哭啊 要爱啊 没有我没这个东西 你说还有一个网友提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有意思 他就说你说是不是这个人都有天职 或者人都有天赋的使命 这照中国话讲就是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 他就说比如说是不是文韬你注定就是要当主持人 对吧 这个陈澄清老师注定你就要当画家 因为天给了你这个东西 甚至你自己都无法违反他 你必定就是要去弄这个 那反过来就讲是不是我没有什么天职 就是上帝给了我什么 我注定要去做什么吗 这个就是实力刚才说的 这个蚂蚁分出这一类里面还分很多种 还分很多种 我当时听说另一种情况 好几个年轻人告诉我 就是现在很多大学毕业很优秀的学生 帅哥一个 这个绝对前程无限 一毕业去当和尚 立刻去当和尚 立刻去当尼姑 义无反顾 劝都劝不出来 那这是 但这个就返回一个更古老的传统 从来如此 我的感觉 唐宋元明清从来有这样的人 只是被中断了一段时间 大概几十年的样子 这条路没了 一旦有了这条路 人群里面就会有 而且通常是很优秀的人 弘一法师是最近的 同时又离我们最远的一个例子 你上述到古代 有的是这样的例子 我看现在的很多这个问题 是跟就是刚才徐类讲的这个有关系 就比如说我在上海 但是我来自二三线城市 可是我觉得在上海有点过不下去了 但是我回忆我的家乡 家乡已经凋零不在了 就处在这么一种进退两难的一种 还有一个问题 就咱们说的这个等级社会 很多人都问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我如何突破阶级局限 我就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如何能上位 就我如何能上到 难道我一辈子是个 是个送外卖的吗 难道我一对吧 我怎么能够融入上一层的这个社会呢 这就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凭什么 一哥绝儿带子 对啊 对啊 为什么我难道一辈子就得干这个零碎杂碎吗 就是他有这种心态 同时他会觉得你们谁能给我出个主意 我如何能够再上他上一个阶层去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讲一个贫乏 还有一个是有知 就是今天这个互联网啊 已经把所有种圈子或者是阶层的生活方式 平等的就展现出来 电视剧你都看到了 他是这样开跑车才叫过得好 怎么叫才叫拉风 他供应生活方式 他现在供应生活方式 你这个讲的 他对各种人许诺你可以过这种生活 还可以过这种生活 然后你说的那种可能整个看下来 他觉得他根本过不了 对啊 我支付不起 对啊 那我怎么办呢 我一辈子要满足于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是一个比你们不如的人 所有广告都在吹牛 就是你只要加入我们花钱 你会过上这种生活 扯淡真的是扯淡 那个就是广告 这是商业社会 但是很多人会被他支配 广告有作用的 绝对有作用 要不然怎么会从资本主义 所以这其实是个资本主义的问题 就是资本主义 就是它假定人必须卷入一个机器 不断地工作工作 然后有财富有价值有前途 所以从资本主义 所以为什么会有CP市 为什么会有会有各个垮掉的一代 美国六十年代 包括更早在19世纪也有 就是反工业化 就是他忽然发现 所有人会被卷入这个价值 这个转动 很多人就会 就敏感的人会跳起来 或者特别麻木的人 我不要进入这个系统 那有些就卷走了 没了就 所以很多的年轻的人 他就做互联网的这个生意嘛 生存方式嘛 他这边可以挣到钱 开淘宝店 我开很想淘宝店 淘宝店什么都有 这个就是回避上班的办法 但是工作 绝对是工作 还有他用首先我设计的一种 我的将来的一个公司的模式 就是在互联网可以完成的 我销售酒 或者我销售什么东西 他已经设计好这样的 我就不要去上班去的 我不要受人管制的 我就是给我自己做主的 大多数来自农村的人 失去土地的人 没有教育背景 没有爹妈支持的人 他的选择其实真的很少 所以真正的悲剧是 现在一个假象是 什么选择都在 而另一个逼到你面前的问题 就是你没有多少选择 我认识这样的年轻人 80后90后来自农村 他也想画画 你们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他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但他发现没他的份 或者他要走进这个 太难了 我完全理解 因为我曾经是那样 知青就是这样 你在一个村里 然后无线店听到 北京怎么样上海怎么样 我觉得我不可能的 我第一个回答就这样 离我太远了 但他现在反而觉得你有可能 那你那个时候有挫脚感吗 当然有挫折感 我现在感谢这个挫折感 来得太早 对我来得早是好事情 就是我会奋斗 然后你要摆脱这个情况 这就变成个动力 可是现在你怎么摆脱 我很同情今天的年轻人 就边缘的穷苦地带来的 其实不太有资源 让他奋斗的这么一群人 非常非常多 但正当年华 他看不到前途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不想工作怎么破呀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 我觉得是个社会 就是社会的网络 我们得应该 就是在这说 也不简单能有用 就是它是一个 比如说在各社区 都应该让你 每一个小县城 或者小地方 每一个社区 就像你说的 那个年轻人在那个地方 他已经得到了一些帮助 就是得到了一个 就是在欧洲是这样的 反正因为我这人 其实就没野心 我就特别喜欢小地儿 要不然我说上农村 我就觉得在农村呆了 因为小地儿 如果就是说 我就在比如说 欧洲小农村的时候 看到那个教堂演唱 我觉得特别美 但是很多音乐家 他们在伦敦不想住了 因为太贵了嘛 他们就搬到农村 然后他们就也不去伦敦演出了 他们就在当地的那个教堂 去每个星期去演出 然后在家里养牛 就是那些音乐家 因为那个社区就已经很好了 他就觉得 他不需要费着在伦敦去混 还要租房子那么贵 咱们那个小地儿 都老弱病残了 就是我们没有这种 破败凋零了 对 现在你是另一种矛盾 就是说 说中国最好的地儿 为什么北上广的房价 永远不会跌 最好的地儿也就是北上广 就是说这些中心的大城市 因为一切的资源 就往这儿集中 你有时候你要回到什么乡下 他回都回不去了 他的问题是 所以我在乌镇就亲眼看到这个情况 就游客每年增加 而且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我觉得很奇怪 他们肯定是有公寓住的人 他是有钱到旅游 新疆云南都有和东北 都到乌镇来 其实在目所能及的地方 一个前现代的景观已经消失了 在中国绝大部分城镇 所以他忽然发现 从前的人是这么生活的 他愿意过一两天 虚拟的就前现代生活 在乌镇那儿 应该有些年轻人开客栈吧 太多了 在大理都是 完全是个年轻人的世界 他们是 这也是不工作的人 不想工作的人 我做一个客栈 我自己生活了 有有有有 太多家了 这不叫不工作 这叫工作 工作 你自己找你喜欢的事情 就是他居然想到 这么一个被抛弃的一种景观 当然弄得很好 其实已经过时的 被历史淘汰的景观里面 过一两天虚拟的前现代生活 拍点照 要不然他来干嘛 全是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所以我明白了 就说这个可能还是社会问题 还有文明问题 对文明 就是本来每个人都有他该待的地方 对 但是我们靠着一种简单的粗暴的逻辑 把所有人成功都挤到了一个地方 飞得上北京来 一个标准 然后灌输一个价值观 对 一种生活方式 对 一种生活方式 就把大家亨论彻底逼疯 对 对吗 用不着 对 所以到这 你不想工作怎么破 不想工作现在太奢侈了 好 到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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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